各位观众,这里是伦敦骑兵检阅场 当地时间10月20号中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是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中方面向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当天中午,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和夫人卡米拉 到习近平下榻的饭店迎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同时,仪仗队在骑兵检阅场精心准备授阅 按英国皇家最高归仪 伦敦塔桥明里炮62响 德林公园明里炮41响 12时10分许 习近平夫妇在查尔斯王储夫妇陪同下 抵达骑兵检阅场皇家检阅台 习近平夫妇登上皇家检阅台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迎接 女王大伦敦代表奥丽莎 首相卡梅伦 内政大臣梅 国防参谋长霍顿 伦敦金融城市长叶亚伦 归斯敏斯特市长弗莱特等出席欢迎仪式 仪仗队敬礼 军乐队高奏中国国歌 中文字幕臨库 在菲律普亲王陪同下 习近平检阅了泥仗队 习近平检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习近平夫妇乘坐的皇家马车抵达白金汉宫时 军乐队再次奏响中英两国国歌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午 习近平夫妇出席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举行的午宴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动